大家好 每一天都是好消息 这里也是所调和调评论书 我们继续关注美国的事情 或者说是首先关注以色列的事情 以色列的事情肯定跟美国有关系不 说这个伪总统假不假是 和这个以色列的内坛雅虎又通了个电话 然后这回提出了一个要求 要求以色列赶紧停火 结果没想到遭到了内坛雅虎的当场拒绝 没到停火的时候继续干他呀 很好玩是吧 完了以后美国这边现在 内坛雅虎终于变得有点聪明起来了 虽然这个人本来就很聪明 但是在川普的问题上 他是犯过傻的 他过早的祝贺这个伪总统当选 他侵蚀了美国的那些个坏家伙 对以色列的这个仇恨 美国这边今天关于以色列 还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参议院和众议院都提交了 两个新的议案 一个是那个臭不要脸的这个犹太人 桑德斯提出来的 要支持巴勒斯坦 要谴责这个谁 以色列 说以色列是犯下反人类罪 屠杀罪 指自无提 这个巴勒斯哈马斯对这个谁 对这个以色列的发起的火箭盗弹 火箭弹 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 突然发起一千多妹 指自不提 除了这个桑德斯在参议院搞这个事情 众议院这边有桑德斯的血儿生 AOC 那个门口大黄牙 门板牙 也发起了一个类似的这么一个 两个案子的文本 那是一模一样 因为大家地球人都知道 AOC就是桑德斯的政治传人 是他的血儿生 你知道吧 你这就是美国干的事情 然后与此同时 这个伪总统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 要求这个立即停火 你就你就这话你就明白了吧 还有就是这个拜登 他们说不是要卖给这个 以色列7.2亿美元的 这个高科技的武器吗 这个东西据说要在国会要难产 为什么 现在这个AOC和这个桑德斯 就是奔着的东西去的 所以以色列有媒体就分析 以色列的媒体分析说 这完全是伪总统和美国的国会的那些个垃圾 然后表演的一个双簧 迷惑以色列人 拜登好像还游着支持以色列 但是没想到今天要求以色列停火 与此同时 美国的国会开始谴责以色列 美国纽约等地 华盛顿DC爆发大规模的返游的游行 我说了就是这个内塔尼亚胡终于想明白了 知道吧 想明白了 完了以后呢 这会儿就终于一一耳光就伸过去 绝不答应就此停火 没有的事 继续干 然后就等于是当着全世界的面 给了伪总统一起想象的耳光 本来就脑连痴呆 估计现在偏瘫了 偏瘫了 所以我说了一句话 我看到这个消息 我说了一句话 拜登你他妈的算哪根葱啊 算哪根鸡毛啊 是不是 所以这个美国民主党 伪总统奥巴马 他们这帮人 最适合向全世界输出的是什么 不是什么民主 不是什么自由 不是什么和平 那帮人是帮添乱的坏蛋 就是他们搞起来的 他们最应该向全世界输出 选举偷窃的技术 修改这个数学学科的常识 加入这个拜登曲线的 这个新的数学新知识 是不是 这才是他们要搞的事情 臭不要脸 人类的道德底线 再一次被民主党人冻穿 也有他们干的事情 所以感谢上帝 这个内塔雅虎 毕竟是有信仰的人 他这会儿终于 我觉得 这是我的分析 终于意识到 这个世界上就除了 川普总统对以色列 那叫做真真感情 那叫做真是掏心掏肺 那叫真是叫什么 就是唯一以色列而征战 是不是 真的 这话说的一点都不过分 你说以色列过去几年 在川普总统照着的时候 他日子过得多舒服啊 你说是不是 真的 居然这个内塔雅虎 那么早就 就那个什么 就就就就就 祝贺伪总统当选 你说为什么 川普总统当时特别老火 知道吧 就是你太他妈的 着急了 太不仗义了 也太没有这个判断力了 你干嘛 你想讨好伪总统 他会真的给你一口糖吃吗 没有的事情 你说是吧 总归的这个事情呢 以色列算是做对的一件事情 据说拜登特别的下巴来台 最搞笑的是 过了大概不到36个小时 以色列军人又答应停火了 这个故事特别有趣 就是什么呢 以色列和埃及有接触 埃及不是宁国吗 一直在这个中东又过选吗 是不是 完了以后埃及已经是第三次跟以色列谈 说你大人不及小人过啊 这个事你也把这个哈马斯的人都干的差不多了 该停火了 哎 这会儿以内坦尼亚乎说可以考虑啊 可以考虑 但是什么时候停火具体的日期是什么 没定啊 现在还在干 知道吧 但是已经初步释放出这样一个消息 就是给埃及的这个总统给埃及这边这个国家一个面子 所以你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 首先第一还没停火啊 只是有一说了这么句话 然后这个哈马斯那边就是被打的已经是已经是惨不忍斗了吧 基本人都快死光了 是不是 完了以后赶紧放消息啊 说这个以色列啊 内塔尼亚乎已经答应了啊 要马上要停火了啊 还没停火呢 马上就放这个消息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这个内塔尼亚乎他干的非常的漂亮 他就是这个面子我偏偏不给你美国 偏偏不给你这个伪总统拜登知道吧 我给谁 我给埃及 埃及是个什么国家 埃及是一个末流国家是不是 哎呦这个埃及是一个政治不文明 经济又难 哎呦脏乱刹那简直了 这是难的不行的 我好多年前我采访一个企业家 他在埃及想去投资 他去在那里待了半年 你然后空手而归 回来以后我们见面 他就跟我说 哎呦你是没去过埃及吧 我说我没去过 那个地方是人间地狱 垃圾中的战斗机 什么四大文明古国难难透了 你想想我当时就想 我说中国这么难 你都还投资 埃及该难成啥样啊 是不是就这么一个国家 这样吧 你想想吧 哎 然后以色列可以用一个星期的时间 就仅仅一个星期 就直接就供到他的开罗 整个把以色列把埃及给供下来 然后回又又结果又撤 又撤回来 你埃及你圣经说了啊 你的埃及 你的西奈半岛 这些地方 上帝告诉我们 说这不是我以色列的领地 那我还是还给你 但是你仗打输了 你得赔钱 他很有意思 你知道吧 就宁愿给这么一个下三难的国家 给他一个面子 是吧 坚决不给我一总统拜登 你说这是不是个好消息 是不是听着很爽 就是内塔尼亚胡他终于明白了 你知道吧 我觉得这个故事啊 我看到美国这边有很多爱国者在那里评论 说这个背后啊 这个内塔尼亚胡后悔的不行 就是你其实你按照我这么一个完全 完全一个什么一个老百姓的眼光 我都明白 如果我是埃及的一个普通老百姓 我一定建议我们的总理 如果我是以色列的一个老百姓 我一定建议建议内塔尼亚胡 不要跟美国的民主党有任何的勾兑 没戏 知道吧 当年奥巴马是怎么羞辱你内塔尼亚胡的 你还忘了吗 是吧 你这会儿你舔这个拜登有什么用呢 是不是 你还不如强化跟川普的关系 因为川普的影响力在这里啊 是不是 你看人家蓬佩奥都说了呀 这个人永远值得相信啊 超过华盛顿所有的地 华盛顿地所有的垃圾政客 美国有强大的这个民意 在川普里面至少一亿人 人家普京都说的明白啊 川普是不会退出政治生活的 虽然他是个企业家 为什么 因为有太多的人支持他 你设想一下 假设你是川普 离在美国有那么多人支持你 你想退你也不会退啊 你因为你对不起你的支持者啊 是吧 你你冲这个民情秩序 你内塔尼亚胡 你就不应该跟伪总统有任何的勾兑 是吧 你还祝贺他 这会儿知道肉痛了吗 这会儿知道痛苦了吧 死了12个人 还有两个小孩 是吧 这在以色列是天大的事情 你作为一个总理 你没有保护好你的国民 是不是 美国他要搞乱你 以色列 他背后都是他的影子 你看蓬佩奥就这么说的 蓬佩奥说 阿玛斯之所以 这个什么 主动攻击以色列 那是因为背后有伊朗支持 你要想控制这个局面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美国给伊朗 极限施压 知道吧 让伊朗根本就没有精力 来管这个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事情 结果伪总统上台以后 又跟伊朗又是谈的 又是跟他这个解禁他的这个全球封锁 完了以后又要跟他谈石油 谈这些跟那些 结果伊朗马上就缓过气了 缓过气了 马上就在椅子里搞事情 所以归根结底根子就是在美国 这个道理多简单 蓬佩奥都看不下去了 公开的就在那里骂 知道吧 说说伪总统这个难辞其九 说这个什么 拜登政府搞的乱七八度 把世界搞乱 才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 现在就是各种乱你知道吗 各种乱 你看这个还有那个谁 那个臭不要脸的 这个所谓的医学博士福奇 说的那段话又被人扒出来了 这也是民主党的 搞乱美国的一个套路 所以你看他在国际上搞乱以色列 在国内里搞乱美国 这福奇怎么说的 福奇第一次说话 是针对呛楼奎说的 他怎么说的 我跟白面啊 虽然成千上万的医生 都说呛楼奎对治疗病毒是有效的 但是因为没有得到充分的测试 所以使用呛楼奎制武汉病毒 是不合法的 你跟他说话又要当婊子 你爬一爬是吧 然后镜头一蒙台旗 又换到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又是这个 这个臭不要人的福奇说的 福奇说疫苗生产出来以后 应该马上分发给世界各大医疗机构 给人们注射 充分测试可以以后再说 同样是充分测试 枪楼奎这个脑子不能再脑的一个药品 还要充分测试 而这个疫苗刚刚生产出来 就以后再说 这就是典型的臭不要领的流氓政客 所以这个福奇博士是民主党的深层的大鳄鱼 这个人怪不得说有人说美国如果要开始抓人的话 第一个人就应该是抓这个人 这个人是真的把美国搞乱的排名第一号的人 虽然背后有很多人指使他 但是他绝对冲在前线的 我说过无数次了 川普为什么经济被他们搞垮了 为什么选票被他们夺走了 唯一的借口就是武汉病毒 而武汉病毒在美国之所以搞得这么难堪 就是这个臭不要脸的福奇博士 你看他说的话 真的是千刀万剐 真的是千刀万剐 特别不像话 当然了好消息还有很多了 就是你会发现 川普的战略其实在过去的战略 一直到现在还有用 知道吧 还有用 大家记得吧 蓬佩奥在这个离开 离开白宫之前 离开国务院之前 最后一次出访去哪里 去欧洲 以口气走访了欧盟的一多半的国家 跟各个国家的元首见面 就干一件事情 就希望他们能够联合起来 能够对抗中国 不要跟中国来往 因为中国太坏了 武汉病毒贸易所一切的一切的问题 都在中国 这是川普的大战略 国际战略 非常的给力 非常的有效 知道吧 这个蓬佩奥的当时的战略 终于取笑过了 今天 就5月20号 欧盟 通过一项动议 正式冻结 欧盟与中共签订的投资的协议 所以美国的 连左媒都报道了 说看到了内容了 这个动议是督促欧盟 加强与美国的协调 应对中共 同时强调与中华民国 台湾的任何贸易交易 不应该受到与北京交易的挟支 知道吧 然后这个动议得到整个欧盟的 几乎百分之百的支持 所以我觉得这个 一切其实还在按照川普的 这个套路在走 你知道吗 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讲说 这个现在形势 比你想象的要好得多 尤其是这个 有些个东西 你看上去是 他故意把这个格局搞断 我们刚才说了嘛 民主党 黑命贵 安提法 伪总统 是吧 然后加上这个抽不要人 伏西博士 整个把美国搞乱了 是吧 完了以后 他就顺手又开始 又扶持伊朗 又扶持哈马斯 又把这个以色列搞乱了 是吧 然后你会觉得 哇 这个世界完全被他们的操纵了呀 这世界还有得过吗 怎么办呢 但是事情的变化超乎你的想象 他们说 我开心美国人说 他们美国的这个高 伪总统他们呢 包括奥巴马 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 内塔尼亚胡如此的坚定 如此的这个什么 有效率是吧 而且今天内塔尼亚胡 和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国防部 还有这个什么 他的萨默德是吧 他们联合出他的一个那个什么 一个命令 要全球追杀哈马斯的这个余党 知道吧 主要是在几个国家 四个国家 一个是以色列 一个是 不是以色列 一个是伊朗 一个是叙尼亚 一个是土耳其 还有一个是什么地方 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是个伊斯兰迪国的国家 是吧 然后说这这分布在 躲藏在这四个国家的 所有的哈马斯的余列 他们一个比一个清楚 随时准备定点清楚 这帮孙子 很好 最有趣的 最给力的 是这个以色列的 接下来的一个 一个外交的一个措辞 我觉得太爽了 知道吧 太爽了 说这个马来西亚这边呢 说不是支持哈马斯吧 说看不下去了 准备派军队 来到这个巴勒斯坦 支持哈马斯 与这个以色列决战 知道吧 然后以色列的国防部 听了就呵呵一笑 然后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大马就算了 以色列 我们以色列只需要一秒钟 真的就一秒钟 我就可以灭了你大马 就这么简单 这当然是个外交词令 但是事实上 他就有这个能力 真的就一秒钟 就可以灭了他 所以马来西亚你是什么东西吗 你天什么乱吗 你而且你在遥远的亚洲 是不是 你就安安 你娶一对老婆 你在那里瞎搞就得了 是不是 你天什么乱吗 是不是 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的流氓政客 都没有想到 米色列 内塔尼亚胡 如此的勇敢 如此的坚定 这就是川普的话 是吧 川普总统的话 在这个世界上 你对付这帮流氓 真的就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勇敢 第二个是什么 智慧 是吧 就这两个东西 川普说了好多好多次 公开也说过 私底下也说过 外交上也说过 闲聊的时候也说过 第一是勇敢 第二是智慧 内塔尼亚胡这个人 虽然犯过错误 虽然我们也骂过他 但是我看他现在是 醒过来了 知道这个世界上 最靠得住的人 真正心疼他的人 真正在那里 与他站在同一个账号 奋勇杀敌的人 杀敌的人 就是川普总统 没有别人 就是蓬佩奥 他们这些人 所以你从蓬佩奥 这一心里发现 蓬佩奥这个人 大家都关注他的推特 非常的活跃 他一活跃 也说明这个大局面在改变 所以我说这一切的消息 归弄在一块说 真的是好消息 谢谢大家